哈喽大家好,欢迎到kx看股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五啦,今天market又大跌 亚洲又大跌,昨晚美国也跌 亚洲也大跌,马股也大跌啦 现在很多人没有mood啦 也许看视频也没有mood啦 不要忘记看视频哦 现在market这样呢 你要玩股票 什么股都好啦,是很难上出 那些飞天股已经飞了的啦 那些你走进去,分分钟你是借 你去借票罢了 借那些集团的票,可能他要丢票 你不知道啦,你是买高了啦 现在你买 巴菲特从来不买高的 他只是买最低的时候他去买 所以怎样买最低啊 你要知道巴菲特怎样买最低 bargain,有offer 怎样offer 你看马股 你看马股 你看 Kelsea 跌到这样啦 跌到插水啊 是不是叫插水啊 不是跌啊,这个是插水啊 跌到我们朋友讲的啊 妈妈都认不到孩子啦 OK 这些 巴菲特讲人家恐惧 人家恐惧我贪心,人家贪心我恐惧 OK 现在是恐惧的时候 收 机会 很有可能的机会会很快就来 所以我讲这个时候 我这边跌破了 我就教你收 收子弹了 收收收收收收收 跌破了,通常他跌到这样大的跌呢 他的反弹是很快的 V型的 不想100% 很多时间会这样 你看这个跌到很快 这个更快 这个都不算快 这个跌到更快 这个跌到快到真的不会讲 你看这个都是没有这样写 这个是直直跌了 差不多直 这个是跌到很够 当市场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机会就是从这些时间来的 so that's why 你不要忘记 我们看视频 ok 我们看国际 ok 我这个视频 马股 我讲的股大部分是商的 of course 有些股是亏的 没有包赚的 每一个股我讲 ok 他就是包赚的 market是有人操作 有集团去操作的 集团怎么样要玩你 是集团他们要怎么样玩你 是由他们来讲 我们看图 至少我们看到希望 机会 危险 情绪 跟 情绪跟什么 历史 那天我跟你讲 逃命这边 是不是你逃了 你没有亏钱了 对吗 啊 你没有亏钱 就算market这样烂 那天我讲 我们有选一些股 我每个每天去看的 不想那些股会包上 那些股 如果他有什么不对 他有什么不对劲 他大跌 他开始跌 我们我天天有看 我可以跟你讲 几时要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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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时有危险 所以至少我看五天 看十天 你可以知道啊 我怎么样看那个股 我怎么样去 manage OK 怎么样去管理那个股 对吗 不是买了 就等天 等天去 等天去 等买了就天天拜神 等天去 啊啊啊啊啊 操作啊 天问你 你有做功课吗 呵呵呵 对吗啊 OK so 我们我在这边讲了啊 我就什么股 我刚刚买的 我这边跌破 我是不会去玩的 啊 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 那那个 market最烂的时候 你要去玩股票呢 啊为什么呢 为什么market最烂的时候 你要去玩股票呢 啊 你等他这样子反弹 才去玩 不好 哦 so 当market要反弹 他是有症状的 他是有症状 哦 他可能会做 哦 双底 OK 他可能会做RSI背离 OK RSI开始背离了 可以背离 价钱跌更低的高 哦 他做背离 哦 或者他做投并肩 哦 他是有模式 他是 他是会有啊 模式的 啊 或者他会一个做一个很大的V型 这个有可能会V型 没有 跌越快 可能他上越快 他会做V型 哦 所以我们看到他有反弹模式出来 我们才去追 那时候至少啊 你关注眼睛啊 你不看模式 market在这个时间啊 哦 你去买股 你不你你不选股啦 你关注眼睛去去lap一个股啦 啊 跟这个时间你去买股啦 至少你关注眼睛买股啊 你的你的你的啊 成功率啊 都比你现在啊 成二了啊 啊 都比都比你现在买股好一倍了 啊 因为那时候 这样子的时候上升股是600个 对吗 这样子的时候上升股是300个 OK 所以你关注眼睛去选股啦 啊 有600个上升股的时候你去选股 比较 比较有机会 还是你 你有300 200 200个上升股的时候你去选股 比较有机会 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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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一下 你去思考一下 所以我们看大局 是蛮准的啊 啊 是蛮准的啊 我们看这样多次大局 差不多每一次都是很准 OK 为什么啊 大集团做东西 图那边看得到 他可能可以不跟你讲 啊 他不跟你讲 他没有放风出来 啊 他会放风出来 他他放风出来的时候呢 当大局放风出来 他已经开始 收收收收收收收够了 他一推 第一天两天啊 第一天 你看到 啊 market好像上了一点啊 我不会看模式 上了一点 啊 敢不敢进呢 甚至market这样恐惧 不用紧 整多一天 market又上 哎呀 我要不要进了呢 market刚刚恐惧 刚刚大跌 我要不要进呢 三天 哎呀 我的朋友全部开始进了 啊 我要进了 我今天我要走进去 走进去的时候呢 上到5% 上到几% 就bomb下来了 所以你就是在这边买的人了 OK 我们讲我我们不能会在这边买 这边是集团操作的 然后我们是买不到底的 买不到底的 啊 你要买可以 你知道哪里是底吗 啊 哈哈 呵呵呵 OK 当把它反弹的时候 它会做症状的 啊 RSI背离 然后我们会看RSI背离 OK 我们会看 啊 啊 啊 霜底 OK 头并肩 OK 红色动力又 又走回来 啊 所以很多症状可以看 看到这个症状了 啊 啊 我们才去我们去骰浪 可能我们就是 啊 刚刚开始 啊 我们追到这边 这边这边追进去 不是在这边你才追进去啊 啊 这些就是分别 啊 这些就是 有看图和没看图的分别 啊 哦 图那边看得到 他新闻 很多时候 你看到新闻爆出来的时候 其实呢 新闻呢 也是有 怎么讲啊 呃 也是有 呃 manipulation啊 那个字又忘记了 操红 啊 操红了 新闻有操红了 你不要因为新闻蛮准啊 新闻很多时间啊 集团 收收收收收收收 它慢慢收 market慢慢上 哦 他那个 那个报 报纸还是讲 啊 不是报纸 很多这些 啊 新闻还是讲 哦market很 还是很烂 还是很恐惧 他一直讲很恐惧 所以集团就开始一直收 啊 一直收 收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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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够了 啊 新闻出来爆了 哇,Market现在很好呢 那些专家出来讲 哇,Market人有机会反弹 其实他已经收购了,他要开始推了 他开始推的时候,第一天你觉得 我看清楚一点,不要紧 第二天你不要紧 第三天的时候,他已经到顶了 他们已经捞了 你要看集团操作跟我们操作是不同的 我们吃不到第一口肉 第一口我们要吃第二口 不要剩下骨头才掉进去 哇,讲很多东西 美救生命还没有讲 讲到哪里去了 等等啊 哇,美救生命的还没有讲 看美救生命的 请注意 我不是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我分享我的交易旅程 仅处于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观点 新闻、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 是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是投资建议 对于因使用本视频中的信息 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利润或金钱 资产或任何贵重物品损失 我不会担任 OK 不要忘记 点击点赞分享留言 还有记得CGSNB 不要忘记啊 这个平台 所以你要试试试 可以玩马股、美股、新加坡、香港 都可以玩的很方便 今天 国际 马股跌到1424 1424 14.0.985 新加坡跌了1.1 香港也跌了1.183 韩国跌了1.814 日本跌了0.583 泰国跌了0.825 菲律宾跌了0.669 中国FTS上一点0.126 中国SSE上一点0.661 SSE上了0.972 sorry掉了0.972 SSE也是掉了0.661 澳洲掉了1.873 印尼掉了0.559 纽西兰掉了0.725 台湾掉了1.164 这个 印度掉了1.716 受亚洲大部分大跌了 也是很惨了 今天也是差不多红红 红到完 只是中国有上一点 我们看这个英国 英国今天开盘又大跌1.53 德国又跌了1.264 是很够力了 昨天美国大澳洲跌了0.33355 MIXE掉了0.843 S&P掉了0.843 然后这个 NASDAQ也掉了1.367 所以国际真是很烂了 现在很烂很烂了 越烂越好了 你注意就让你收子弹 越烂越好 我们去炒 炒那个连北红宝了 连北红宝 中油3753 上了一点 brand油跌了一点88 然后原油81也是跌了 金也是跌了1660 银也是跌了19.29 KLCI插水啦 不要看啦 也许还会继续跌 也许还会跌到 可能会跌破14亿 这个底也都有可能 我觉得14亿 会有成 我觉得 今天 情绪34 上升股278 下跌540 1.844 交易量不是很大 1.844 14.18 跌了1424 今天早上散户 散户逃 逃了集团没有什么逃 然后饭后全部人都逃了 整天整天就是逃命罢了 今天看 板块消费跌0.77 工业跌1.17 建筑跌0.8 科技跌1.26 金融跌0.4 房产跌0.46 种植跌1.17 RIT跌0.3 能源跌1.0 医疗跌0.8 电讯跌1.2 运输跌0.5 运输跌0.5 Utilities 现在这个第一次看它 看看它的图 BORNIA 这个没有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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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它的量是少了 这个这个APP很难看 它的图很难看 PECA CFM SCGM 这几个 这几个啦 等下我们去看看 看一下有什么表情今天 没有什么表情啦 今天没有什么表情啦 今天没有什么表情啦 今天大家都是看到都是没有 没有兴趣啊 看到马股了 看到股票啊 我也是嘞 我也是这个啦 我放这个 看到market头痛啊 怎么讲啊 boring啊 send啊 send啊 看到那个market 好send 6个comment啊 看不到啊 all comment啊 我放全部也是看不到 我不知道Facebook 为什么啦 可能 有些comment啊 有些字啊 给它ban掉啦 给这个Facebook 你要Facebook 很喜欢ban的 很喜欢ban的东西 可能被它ban掉 all comment啊 6个 它是两个走出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啦 OK 马股啊 不用看啦 跌到岔水 我们看看新闻 Happy Fresh Happy Fresh 马来西亚关了啦 so 顶了7年啊 顶了7年最终的关了啦 他给 他收到那个 可能收到那个水啊 那个grab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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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菜的啊 Happy Fresh 买菜买水果 不是不是定那个 吃的啦 好像是我记得不是定吃的 他是定菜的 你不用去巴萨 他跟你去 跟你去买 买了送过来 Happy Fresh 以前是很出名的 那当他刚刚这个idea啊 这个idea啊 这个idea啊 刚刚出来的时候啊 是一个很好的idea了 所以他很成功啦 他的这个是 是一个 一个start up 初创公司 叫做start up company 初创公司 然后他的idea啊 是很好啦 他的这个主意啊 主意 他的概念啊 是很好咯 所以大家在家里啊 尤其covid的时候啦 在家里啊 有人跟你 跟你去买菜啦 本 当突破本降降高 然后去买菜 又要给他 车到钱 所以人家都是 都是牙痛 所以他今天是关了啦 这7个月 可是马来西亚关了 外国没有关了 外国也是有很大问题了 他有那个资金问题了 所以他已经 现在啊 我听 我看到brumper新闻 也是讲他有资金问题了 现在 国际也是有 啊 银胜银胜第二季度 有赚一点啊 赚高了一点 13.49% 2126去到143个million 收入也有赚一点 1.05去到1.62了 然后 knanger也有给他 啊 啊 啊 up perform 啊 他的 也调高了 他的目标 2.37到3.15 我们看一下银胜 银胜 银胜怕怕了 以前记得银胜的银行全部给他 高高的全部 啊 高高的那个啊 目标 全部一大堆给他 高高的目标 然后他讲他要分他的公司出来 分他公司 哇 一个 一个搞一个 没有人敢去玩他了啊 啊 没有人啊 没有人敢去玩啊 现在是啊 他冲上来 3.15很高了啊 现在 暂时我觉得 他冲上来 银胜那天 我们在这边看 小目标到了 大目标 又没有了啊 10%的目标 哦 有没有机会冲上去啊 我们 也许他调了一轮先啊 他调一轮先 看怎么样啊 没有什么敢玩啊 隐身啊 隐身 下一次 下一次怕了 以前我们记得 我们追一次 啊 我们追一次 有追到第一轮 第二轮 在这边调 然后我们觉得 他应该还能飞上去 因为银行全部 一大堆银行在上面这边 啊 然后突然间他讲啊 他的资金有一点问题 然后他又要分他的公司 就惨了啊 惨 没有人敢去玩啊 me ok me 昨天我讲 不要精彩你看啊 虽然银行讲 他有机会去到啊 1.55跟啊 1.43 1.55啊 我讲暂时不要精彩 不是讲银行错了 银行可能他给长期一点啊 啊 啊 米 啊 米 啊 你看今天跌了5%啊 为什么不要精啊 我们看到了 他没有红色动力 啊 他没有红色动力来 他也没有突破 没有做更高的高啊 暂时不要精彩啊 所以你看他今天跌下来 还有一个为什么啊 你看 因为我天天有看国际的 我天天有看国际 全部发生什么事 不只是看这样子罢了 我这不只是看马股 看KLCI 我看国际 德国全部都有看啊 哦 所以我看到什么 早上我已经讲了 我看到美国半导体指数跌到 妈妈都不认得孩子了 你还要进去买半导体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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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你还要进去 啊 等 等一下 Daiyang OK RSP有看Daiyang啊 现在他有观察Daiyang 他给1.53 蛮高的 1.53 我们看看Daiyang 1.53蛮高的 在这边 在这边1.53 Daiyang能不能冲上去 我觉得他会 可能他会调下来多一波 Daiyang 我们有追到在这边啊 记得我们在这边突破 我们有追到十多巴仙啊 OK 还能不能上 我觉得应该是要调一轮整 啊 啊 调了 再再再再再老公 啊 Zahid Zahid 就没有追啊 现在他这个VLN的案啊 所以那个Visa的案啊 他是暂时啊 暂时今天啊 已经 已经判了啦 所以他没有追了 恭喜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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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好还是坏了 你们自己 你们自己讲了 有一个人应该很很失望咯 有一个在Gajang 刚刚去Gajang 那边 租了的那个啊 他的朋友 好朋友没有来咯 他 他应该有点失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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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他知道他的 他的太太也许要来了啦 也是要来了 他的好朋友 本来也是要跟他一起 一起一起去Gajang租的 现在没有了 他还有其他的 还有其他的 案还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判的啊 还在 还在Quad那边 正在审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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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啊 分账又起了啦 4.47月到8月 4.7月 啊 so 越来越贵东西啦 希望我们年底可以捞一个大红包啦 36要上市了啦 34个million 10月多了啊 MGRC MGRC又要一直出新闻想炒 他跟这个 啊 泰国跟这个 AQUA Health Care Stem Cell Research 跟他合作啦 所以他要扩张啦 呃 我们看看 呃 这个谁啊 MGRC啊 MGRC炒完了啦 还能不能玩 不敢玩啊 这个啦 太波动了 你这边玩一步不小心 你看一步不小心跌到这样子啊 哎呦 这些股很恐惧 意思要不小心跌2-30%的这个股 哎 不敢玩啊 你要试你可以试 可能他可能上一点啊 这些股我是不敢玩啊 OK 看动力股 动力股 BORNIA 早上我有讲啦 BORNIA啦 BORNIA有机会 这个有三角形 可能可以站在去到三角形的顶 2块3 突破 或者你这边买一点 去到顶 你看发生什么事 没有突破你 你你你你 你套利 他突破再加一点 可能还能去 BORNIA 因为 你知道现在 已经 那个报纸已经登了嘛 这些销售 零售的 他们生意很好 因为人 因为那时人拿了 起了人工 拿了EPF钱 很多东西啊 政府一直派钱派钱啊 so so啊 so啊 他们有很多钱去买东西啊 那时候知道 马来西亚人一有钱就去消费的嘛 一有钱就去supermarket 哪里可以星期天 星期六星期天 不去supermarket 哪里可以啊 哪里可以算是过了一个星期 没有去supermarket 啊 哈哈哈哈 啊 所以 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啊 花了啊 可以这个有机会啊 P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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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的目标0.9 再高就1.02 但是它它已经充到很高 好 还能去也许 它装甲动力很大 它今天买量又降高哦 怕它一nya丢量又จะ很多啦 dell 要跌很快 所以要小心 这个我没有什么敢玩 这个暂时 scgm scgm也是 我也是冲了一下子 也是这个也是没有看到他冲到很快 这个 他直直上这个也是 庄家空盘也是看你的 看你的命水罢了 他100庄家空盘 有可能他继续上有可能他丢票 你不知道这个是看你的运气 如果你买进去 tpnb tpnb tpnb正在调整三角形 看他突破上面还是下面 这个 computer form computer form computer form也是炒了很久 computer form 继续炒继续上 继续上这个没有大红蜡蜡 继续收如果买进了继续收 我早上我讲到比较详续了 你看早上的啦 现在我就呆过完了 因为我早上已经讲了一轮了 所以我也不要 重复一模一样的东西 下跌的风险 下跌的风险有20% 上升风险有60% 你自己考虑 或者你整RSI突破50 这个有红色动力 比较好 SIPP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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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追了上次了 SIPPAT 现在是你要追进去持了 我们在这边追过一轮了 这边还是这边 有追到整10% 现在他开始在横盘罢了 不是横盘 他在通道 他在通道顶了 不要买了 等他跌到通道底 最好 而且他突破通道才买 1m也是不错 7217 他也是蛮高 你要追也是蛮危险 我觉得他 他有这个 这边的突破 他应该有机会去到0.758 跟0.86 有机会 MUFA MUFA 这个第一次看他也是不熟了 这个 今天量有来 我们看一看 18% 他是没有什么量 突然间18% 他要炒这个也是 也是庄家突然间炒 他要炒几多天 可能他明天他就丢了 因为他创造通道顶 可能星期他就丢了 所以这个 你自己要看 这个 也许他到这边 他就完蛋了 这个没有人知道了 因为他没有做很好的模式 他没有模式给我们看 他的模式是什么 他模式是不好的 他模式是下跌 一直在跌的 他是在下跌通道顶 看模式他是不好 他有量来 你要拨一拨 就是 就是拿来拨 罢了 他也没有突破 也没有什么 大的突破 什么 他有啦 更高的高 做一个更高的高 双底 做更高的高 也许还能去一点 这个对我来讲 是 是 就是啊 运气罢了 ok ok 今天讲到现在 下个星期还有啊 下个星期有 新的东西要 要跟大家 要介绍大家一点 有新的功夫 ok 我们下 我们星期六 明天看大局 ok 我们看大局 看一下机会有没有 记得我们看大局是第一次 是从大局看到那个机会的 做一个概念 有个概念 然后我们从那边开始捞 ok 我们明天再谈 拜拜 好